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蔭公大家喝得多 但将冬蔭公的材料 做一个炒饭 大家有没有吃过呢 这件事是我前几天 在宵夜的时候 自己在家发明出来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冬蔭公的材料有这些 就是香茅 柠檬叶 辣椒 红葱头 以及南姜 当然冬蔭公的公就是虾 另外一些配料 就是这个松子仁 泰国的青瓜 车尼茄 青檸 这个是泰式的辣酱 当然还有主角 就是冷饭 第一步 我们就要将冬蔭公的材料 把它切成为小粒 一点点 譬如南姜这些 我们就不要把它切到太小粒 因为如果不喜欢吃的人 你把它切片 他就可以选择出来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自己吃的时候 我会把它切到很小粒 这个是香茅 香茅的香味 多数是来自脚部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切扁 把它切扁 这样切扁 令到它的香味 的油 可以出来 好 接着我们就把它切成斜片 另外就是柠檬叶 柠檬叶 柠檬叶 如何切呢 我们就把它卷起 把它卷起 捞到它更锡 然后就把它切片 切成柠细 切成柠细 非常幼的檸檬葉絲 切完冬蔭工的材料 切碎紅蔥頭 切紅蔥頭有個秘技 非常簡單 切成一半 打直切 再打橫切 切幾刀 拍在一起 這樣切碎 最後切辣椒 吃得辣的話 切開 如果不能吃辣 但又想要辣椒的香味 切開之後 把裡面的種子刮出來 扔掉 這樣會香得來 沒那麼辣 因為其實辣椒 自天椒最辣 都是裡面的核 好 準備就緒了 我們把這些蟲子引 在一個沒有油的鍋裡 烘一烘 你看到它已經有少少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收手了 我們首先 煮熟蝦 先放 проб 像是有點彎彎的 然後有少少 轉紅色 就可以拿起它了 因為最後我們會把蝦放進飯裡一起炒 所以如果現在把它炒到完全熟,最後就會變老了 好,接著我們把蝦倒起來 我們就可以再加點油到鍋裡 我們就可以把紅蔥頭放進去爆香 然後就可以加上其他冬蔭工的材料 藍薑、香茅 一部分的檸檬葉,最後留下一些檸檬葉 遲些放在表面上 然後就可以放一些冷飯 放冷飯的秘技就是不要整磚放進去 預先放進去的時候,把它擦得比較散 煮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炒的時候就把那些仍然結合一塊的飯 拋鑊這個動作是重要的 因為你不需要,有時你真的很難攪 這樣你每次把它拋鑊 就可以把它一半的摺上來 一半的摺上來 這樣就令到每一個飯都非常均勻 好,接著我們就可以加這個泰式辣醬 這個泰式辣醬其實在很多不同的泰國菜裡面 都可以用得到 然後一加了它 那股味就變成泰國味 真的很方便 所以無論如何 家裡都要有一瓶在門口 炒菜也會非常之香 就是這樣 為了這個辣醬可以再均勻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加少許水 泰國菜不太加鹽 要加鹹味的地方 我們就會加魚露 加少許下去,調味 整個味道就不同了 好了,差不多可以上碟了 最後我們把剛才已經炒熟的蝦仁 把蝦仁放進去 熄火之後,我們就把車尼茄和青瓜 把它切片放進去 其實我自己喜歡這兩樣都是生的 因為生的青瓜和車尼茄的味道 我覺得配上去是比較好吃的 還有泰國的小青瓜 好,好 最後加上辣椒 因為太早下辣椒煮得太久 它會真的會辣到調味 所以最後才加 在飯裡面煮一焗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上碟了 當然最後就是把我們剛才的蟲子仁放在上面 再加多一扎檸檬葉的絲 加多一扎檸檬葉的椒 再加多了 最後是青檸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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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蔭公炒飯便完成了 嗯